好,搞定添加元素之后 咱们的链表带牌有点长,对吧 那没关系 这个会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下一个可能会简单一点 我们下一个要做的是移除了 因为我们前面两个都是添加,对吧 一个是添加到链表的尾 一个是添加到链表的某一个位置 最后我们要开始来移除一个元素 移除remove at position 这时候我们要从某个位置去移除 但我们知道链表跟宿主最大的区别在哪呢 如果是宿主的话 这个过程会比较轻松,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宿主它是有着严谨的下标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个宿主 0,1,2 那我说我现在要移除宿主的第二项 那是哪一项 第一项,第二项,对吧 那只要把这项移除 它下标是什么呢 是1,对不对 它下标是1,我们只要把这个假设是arr这个数字 只要把arr1给移除掉就可以了 但对咱们链表来说 咱们最大的问题是 咱们链表是一项一项的 但是它们之间是没有这种下标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要去移除一个元素的时候 而且根据一个位置去移除的时候 我们就要想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了 其实跟我们之前 呃,在做那个查阅元素的时候解释的一样啊 现在我们想要移除 比如说现在我有两个元素 先别看pt啊,看这边 啊,有三个元素对不对 现在我要移除 呃,position吧 我就严紧了,ok,position 移除为2的那一项 什么意思,大家从0开始对不对 0,1,2 那我们能够直接说 能够直接移除某一项吗 那当然是不行 因为链表它是没有某一项某一项 对不对 那我们要移除 怎么办 首先我们找到这一项 对吧 它是第0项 我们知道一开始肯定是第0项 然后呢 我们开始0小于2吗 0是否小于2 小于2对不对 说明什么意思 就是说还没到达 咱们要移除那个位置 咱们要移除位置在这儿呢 对不对 好了,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变为多少了 再往前移位变成1的 对不对 1小于2 小于2吗 1小于2对吧 OK 那么继续往前走 走到哪 走到2 2小于2吗 不小于2了 注意啊 就是说条件已经是不成立的了 不成立的了 然后条件不成立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是不是达到预定的位置了 OK 那说明我们要移除哪个位置的元素 就要怎么样 就要走多少步 移除在2这个位置的 走多少步 1步 2步 对不对 那移除在5这个位置的呢 那毫无疑问 要走5步 懂我意思吧 这是咱们的一个思路在这儿 好了 另外一个特别情况 还是跟咱们之前一样啊 因为咱们的链表是一个单向的 对不对 有个东西比较特别 叫链表的头 head 所以呢 在这里 我们要考虑第一种情况 移除首位 链表头 remove at 0 删除第0位的时候 怎么删除 跟之前一样 如果我们要删除链表的第一位的话 我以这个继续为例子吧 我换个颜色的笔 换蓝色 好吧 这是head 没错吧 这应该没问题对吧 这是head 要我们移除之后 要怎么办 就说我们要把head设为谁 设为下一项 OK 那下一项是什么呢 下一项 就这一项啊 它应该 它是怎么表示的呢 相对head来说 是不是head 啊 head对吧 这有点错了 head点什么 next 是不是就是这一项了 对吧 所以说啊 看咱们大马演示 首先 current 当前这一项 等于head 对吧 我们先 先获取当前这一项 因为我们发现 链表所有的操作 都从零开始 对不对 所以呢 从从 第零项开始 对吧 从头开始 所以呢 先把当前的头 保存下来 然后把头设置为什么 设置为当前的next 什么意思呢 就slant 我用黄色表示 current 对吧 current 发错了 current 是这 然后我们要把它移除掉 对吧 把第零位一下 然后呢 它变成头 所以应该怎么办 current 的next 是这一项 设置为头 没错吧 它是current 对吧 它的下一项是这一项 把它设置为头 head 所以说代码 应该这么去表示 然后呢 让它less 减减就可以了 好 这种情况比较简单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咱们一开始演示 这种情况 对吧 要不断的去 向前去推它的位置 然后呢 直到index 跟position 相等 就是position 有多少位 position 是多少 比如说 你要移除第十位的元素 就要走多少步 要走十步 对不对 它们俩是等价的 所以说 我们看下一个pet 我们要移除某一个位置的 一个链表 那对于这种情况 咱们要怎么办呢 首先 像之前一样 我们先设置为 index 等于0 对吧 代表 现在呢 咱们是走 是从0开始的 然后呢 把current 把这个head 保存为current 对不对 现在呢 它是current 我写个CU表示 CU 然后 前一位 也要保存 为什么 我们想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们要移除这一项 实际上是这样 是怎么移除的 现在我们想一想 这个链表的next 指向了它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next 指向了它 那我们删除它 实际是什么意思 就把这一项的next 指向谁 指向了它 就是跳过它了 就相当于把它删除了 懂我意思吧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当然也要用到 呃 保存之前这个元素 因为我们要让之前 假设啊 走到某一步的时候 这是preview 对吧 preview 就之前这个元素 啊 之前的 我给大家写好 之前 OK 之前这个元素 的next 点next 指向写了 指向 当前要移除这个元素 的next 对吧 这一点呢 可能会绕一点 会有点绕 好了 我们现在呃 这个过程呢 希望大家 应该理解了吧 应该理解了吧 就说我们要删除的时候 这个previews 对吧 这个前一个 这个变量 跟current 它们两个区别什么 就current 我换个颜色 current永远在这个previews 的前面 对不对 它们差一位 然后我们要移除 假设我们要移除这一项 我再举个例子 移除这一项 怎么办呢 我们令这个p 的next 指向什么 指向这个c的next p的next 是什么 p的next 指向c的next c的next 是这个 对不对 OK 那么我们就达到了 把中间这一项移除的效果 OK 这个过程 大家应该没有问题 对吧 然后这个条件 比较重要 这条件是咱们说的 你要移除哪个位置的东西就要走多少步 对不对 那么它们两个移除的条件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index index 咱们步数对吧 等于position position 那么在他们两 在这个条件满足之前 应该怎么办 在他 在这个条件满足之前 都应该一直index 大家 一直往前走 对不对 直到走到预定的位置 执行这部代码 看这部代码什么意思 之前的 the next 等于什么 当前的 current the next 就是是不是咱们这个意思 之前的previous 就这个啊 previous 是这个 他的next指向谁 指向了 current 对吧 当前的 的下一位 是不是相当于就把这current 给删除掉了 对吧 别忘了 最后let's剪剪 好了 接下来咱们把这代码写一下 但是别忘了 咱们也要做一个东西叫什么 叫越界的检查 越界检查 首先第一个问题 position 它能够小于零吗 能够小于零吗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对不对 那明显不能等 不能小于零 因为我们练表是没有负向 对不对 只能是 等于零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呢 它必须 带零 或者 且 不能超过什么 我们说了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以咱们这个链表为例 这是第几项 零对吧 一 二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项的next变为什么呢 变为now了 OK 同时它的长度less为多少 less less等于多少 等于三 对不对 等于三 那么我们能移除的最后一个元素是什么 是不是 就是这个二这个元素 就是说我们能移除第三 三这个元素吗 就是说我们要想尝试移除什么 零 一 二 我们要移除这一个 这个本来就没有 你怎么去移除 怎么去删除它 对不对 所以说position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 小于less 对不对 小于三 能移除二吗 二小于三吗 OK 所以这是可以移除的 但是呢 你不能移除三 这一项 好吧 这是 这是position一个越界的问题 条件是什么 大于零 然后呢 小于less 对不对 好 咱们把这代码给实现一下 呃 this 点 什么 this 点 remove at 对吧 然后呢 传入一个位置 position 作为参数 然后就开始检查了 if position 大于负一 对不对 它必须大于负一的 因为咱们会有删除 第零项这个选项 对吧 大于负一 且另外条件说的 position 应该怎么办 小于 小于less OK 然后首先处理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什么 if position 等于零 删除守卫怎么删除 首先 回忆一下 删除守卫 再演示一下 我不着急 假设咱们链表有三项 对不对 咱们要把这一项删除 怎么删除 就说我们先设它为什么 current 对不对 current 当前的这一项 然后呢 head应该设为哪一项 应该设为这一项 对吧 绿色这个指向咱们要设的新的head 绿色这一项是这个current的什么 的next 对吧 n-e-x-t OK 所以说咱们先这样 current 等于head current等于head 然后接下来 head等于current.next OK 然后呢 less- 应该放在最后面 less- 应该放在最后面 因为咱们还要处理另外一种情况什么 else position不等于零的情况 但是呢 咱们现在先试一下 别的代码还没写 注意啊 现在我们只实现了一个position等于零的情况 就是说我们先试一下代码 现在咱们链表怎么样的 有啊咱们打印出来看一下 打印出来看一下 好了啊咱们的l是咱们link list对吧 首先第一项 咱们要用gethead的方法 或许它的第一项是什么 1然后是什么 10然后是2然后是3 OK现在链表怎么样的 是1 10 2 3 这样对不对 链表头是1 现在我们这个remotehead的方法 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去移除这个链表的第1 第0项 对不对 0这一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这个方法 l.remotehead 注意啊现在只能参传输0 因为别的代码咱们还没写 对不对 0 OK咱们看看l 点gethead 诶 是不是发现两个不一样的 现在链表怎么样的 10 2 3 就说原本这个链表是什么 是 1 10 2 3 但咱们把这头删掉之后 变成为 12 3了对不对 它删除方法很简单 直接要head指向了 呃之前的head的下一项 对不对 好接下来我们再实现一下其他的代码 然后大家测试一下 首先要保存current等于head 从头开始 然后呢 previews 等于no 要记录上一项 然后 vindex 等于0 对吧从0开始 然后呢 条件什么index 小于position 这个时候呢要不断的给index加加往前走 对不对 但index加加别忘了链表要往前走 链表怎么往前走 首先把 当前项保存为上一项对吧 保存为上一项 这一段代码大家应该理解吧 我怕大家不理解 再来一遍 如果我们往后走了 index加加往后走对吧 c在这里 当前的 当前的 我记为c ok 当前的 是什么 是c 之前的呢 是p ok 也就是跟咱们英文对应对吧 p是什么 p应该在这对不对 他现在只想闹 然后呢 c往前走了 p应该怎么办 p应该也往前走 对吧 c往前走了 所以这时候应该怎么办 像咱们代码说的 sorrent 啊 错了啊 p 这个p应该等于什么 p等于c 是不是相当于p往前走了一步 然后c 要往前走应该怎么办 应该c等于c.next 让他往前走 ok 这点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吧 对吧 然后 c往前走 sorrent等于sorrent.next 对吧 要index加加 然后这时候 跳出循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跳出 循环的时候 这时候index等多少了 index 等于position了 是不是隐瞒就咱们的删除条件了 OK咱们就开始删除它 怎么删除 前一项 previews 的next 等于current.next 就相当于把当前这项删除了 然后最后let's减减 OK咱们演示一下吧 还记得咱们例子怎么样呢 是咱们链表是一十二三 对不对 OK咱们现在要把 十删除掉 对吧 remove at 十的下边应该是一 你要看看l 看一下啊 l.gethead 把头获取一下 一 二 三 哎 是相当于把十个移除掉了 对不对 咱们这个代码就成功了吧 对吧 remove at 其实这个东西跟什么有点像呢 跟我们宿主的一个方法 呃 splice 咱们以前试过的对不对 splice方法呢有点像 对吧 这个当然呢 咱们实现的比较简单一点 只能删除一项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改进一下 像splice一样 去删除一项的 的同时呢 对吧 你可以这样splice 呃 比如说删除第一项删除十个 对不对 你可以改进一下 remove at 这个方法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发现了这个链表啊 js这个宿主 有一点链表的影子在里面 对不对 所以说这是 区域结构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好了 但注意啊 要要注意一个问题 咱们去查用某些元素的时候 比如说append 或者说insert 去添加元素的时候 咱们没有写luturn对不对 因为咱们不需要luturn 但是 在我们remove的时候需要luturn吗 毫无疑问是需要的 因为我说了 对于数据结构来说 它里面的 没有移除这概念的东西 没有移除的概念 没有移除 那什么时候移除呢 你可能说 你不是说没有移除 其实移除的意思更应该 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理解它 就是 拿出来用 用一下 懂意思啊 就是说我们 移除 不是移除 就是说我们原本把这数据放到这个结构里面 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拿出来用 所以 remove的时候 就说你要拿出来的话 当然你是需要luturn一下的 好了这里应该怎么样 luturn current 对不对 是current吗 删除这个 对吧 那当然是current 然后 否则呢 luturn null 好了 好了 咱们再 指行一遍 l 然后点 luturn move at 1 返回的什么 10 这个节点 没错吧 我们删除的确实是current 这里要是弄不懂的啊 自己一定要好好想一想 待会儿OK 那我们就先不等你了 继续往下讲 下一个什么呢 下一个我们是要获取某个元素的位置 还记得吧 我们之前讲了个很有意思的东西 就是在这 不是这一页啊 这一页 这一页有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说了这个方法 remove 跟remove at 他们可以联系起来 通过什么 还记得吗 通过index of 这个方法 注意啊 这里一定要认真听 因为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代码的一个复用的问题 OK代码的复用 咱们以后写代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不要重复的写一个函数 懂意思吧 那我们想一下 我们可以怎么样的 index of 是怎么样的呢 传入一个元素 比如说2 去获取它的位置 对吧 获取它的position 然后我们发现 这三个应该怎么联系起来 对吧 我们应该 把remove at 方法先写好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你在调用这个remove 某个element的时候 我们先调用index of 然后呢会反为什么 反过它的位置 position 反过它位置 之后就可以直接调用remove at 方法去删除它了 所以这个方法 咱们是不是不用写了 对吧 这点你可能不是很理解啊 待会咱们把代码写出来 你就懂了 好 下个是 移除 某个 不是移除啊 获取元素的某个位置 同样的 咱们要获取 这个元素的话 应该怎么 获取它的位置 应该怎么 比如说这一个例子啊 它是2 我们看看代码是怎么说的啊 首先 我们令这个 第 index为0 对吧 从头开始 然后呢 current为head 这个咱们老生长谈 对吧 从头开始 从这一项开始 c是它 对吧 然后 well current 怎么办呢 if element 等于current 的element 是不是开始查找了 就说 如果我们传进这个元素啊 我们叫做element OK 当然这里有解释对吧 传这个element e l e m e n t 传入这个之后 跟 链表的一项一项去比较 跟当前这一项去比较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head这一项对吧 现在current 等于head OK 第四循环进来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问题 满足条件吗 满足current存在这个条件吗 当然满足对不对 只有什么时候不满足 只有链表的 到了链表的尾巴之外 对吧 这时候不满足这个well的条件 所以说它会怎么办 这个well形容会怎么办 会从头开始 一直一直一直怎么样 向后寻找 对不对 直到 遇到这个now的时候 条件不满足 退出 所以呢 这段代码是很神奇的 对吧 然后 传进来的element 假设是2 首先现在head 现在current是head对不对 那current的element是什么呢 是4 那2等于4吗 不等于 不等于怎么办呢 继续往下找呗对吧 继续往下找 index++ 然后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咱们说这是咱们的经典代码 对不对 link 当前current 是当前 等于当前的下一项 是不是相当于 这个 呃 指针 叫指针点怪 对吧 这个箭头走到这来了 然后current 这条件成立吗 第二变文 成立吗 当然成立对不对 我说只有在这的时候不成立 那现在还在这呢还差了一点对不对 所以说现在条件成立 然后呢判断2等于2吗 2等于2吗 哦 当然等于2对吧 然后把当时当前的index 反回去当现在index是什么 这里index++变成1了 所以呢他返回了1 是不是说就把笑标给返回去了 跟咱们之前的思路是完全一样的对吧 完全一样的 这里呢我就不多做解释了 另外需要考虑的一点是 当要循环执行完之后 就说比如说现在咱们有425这元素 然后呢你就要去查找10 你查找10 能找到吗 这个lutern一直不会执行对不对 然后呢不要喜欢一直执行 一直到最后 然后退出之后 是不是还仍然没有找到 就代码执行到这的时候找到了吗 没有因为找到的话 在这里就会lutern了对不对 lutern了就不会再执行了 所以会执行到这里lutern-1 懂意思吧 跟咱们一个stream类的 的project对吧 我现在的index方法是不是很像 对吧 index方法是很像的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在这里啊 要再次确定一下咱们的index方法的一些目的啊 查找某个元素 查到的话返回下标 查不到呢 返回-1 因为咱们链标是不存在-1这一项的 对不对 好这个代码咱们来写一下 this点啊开大写了 this点indexof等于function 我们要查询什么 一个元素去查找它对不对 啊对了 咱们刚才有个说了数主有这个方法 对不对啊 字符串这个方法 咱们来试一下 str等于什么 假设hello okstr 调用indexof方法 查找什么呢 比如说查找这个e 可以吗 e ok 返回结构什么 是它下标01 01对不对 是它下标 那我去查找一个不存在 比如说a 返回结构什么 是1 就是咱们就终实现链表的效果 跟这个会很像 对不对 当然咱们的类不是这个stream类 而是咱们的link list类 对吧 链表类 好了开始 what current 把当前的保存下来 对吧 然后呢 what index 等于零 从头开始 然后呢 will current 当current存在的时候 client什么时候不存在 到了链表尾也不存在 对吧 current当它存在的时候 if current.element等于element 这时候怎么办 把下标返回去 对吧 return index 然后不然呢 不然应该怎么办 不然应该 current等于current.next 往前走 然后呢 index加加 最终整个表循环 执行完 还没有反 还没有遇到这个return的话 说明没有找到 那怎么办呢 return-1 OK 咱们用咱们的例子试一下 咱们现在这个链表怎么样来着 123 1123 对吧 是1123 这个链表 1123 这个链表 然后呢 现在咱们去查找一下 10吧 OK 要点 index of 10 会返回什么 应该是它下标1 对不对 好了 1 没错吧 OK 下边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2 OK 咱们再查找一个 呃 不存在的 11 返回是什么 负1 表示呢 不存在 这么一个 呃 元素 对不对 OK 咱们发现 一个有意思 一个有意思的东西啊 就是咱们虽然 好像一直在学链表 对吧 就说你的大脑里面 绝对不会把这个 什么呢 这个链表 链表和字符串 联系起来 你会把它们联系起来吗 不会吧 一开始 你在学它的时候 你肯定不会想 啊 链表跟字符串 是有某一些联系的 对不对 你绝对不会这么想 那什么时候会这么想呢 就是 啊 就是 当你发现 这个index of方法的 一些相似点的时候 你会发现 它们或许会有一些联系 那么同时呢 你可能也会对 SginLay的这个index of 这个方法呢 对吧 产生一些 更好的一些理解 OK 因为你亲手写过它了 跟你用过它 概念是不一样的 好了 这是index of方法 大家先把这个写一下 但是呢 在之前 我们要实现下个方法 一个有意思 this.remove 咱们现在实现两个方法 咱们回忆一下 remove remove at 它传入个什么 传入个position 什么意思 删除某个位置的元素 然后我们又实现了一个index of 传入什么 element 它是干嘛用呢 是获取某个元素 是获取某个元素的位置 这就有意思了 咱们可不可以通过index of方法 获取它的位置 然后呢 再通过remove at方法 删除这个位置的元素呢 这就是remove remove方法 应该怎么办 等于一个function 对吧 传入什么 传入这个元素 然后return 记得啊 咱们这个remove 移除拿出去的东西 一定要return ok 然后怎么办 remove at index of element 这种函数反复调用的例子 我也说过 对吧 它跟咱们站有很大的关系 首先index of方法 返回什么 返回这个元素的下标 然后呢 通过remove at 通过下标删除元素的方法 删除这个元素 ok 有点意思吧 所以咱们这个remove方法 听起来很复杂 对不对 甚至你可能觉得 我要写跟这个一样的 那么多代码 但是最终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 你只需要一行代码 就解决它了 这就是代码服用 神奇的一些地方 这里 当然呢 这里放了一点错 对吧 应该是this.remove at 还有呢 this.index of 忘了啊 不好意思 ok 测一下代码吧 l.remove remove什么呢 remove10 ok 是把它删除了 然后呢 我们从gethead看看 1 第二项2 再最后一项3 就说我们现在把10成功删除掉了 remove方法 成功的附用了另外两个函数 然后呢 让这个函数 看起来这种非常非常的舒服 对不对 这就是咱们学着练表一些 非常有意义的地方 我觉得比这种结构更加有意义 对吧 因为这种代码的附用 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编程的一种思想 好了 下面一个呢 我们一些两个操作 对吧 检查这个 链表是否为空 还有获取它的长度 对吧 这是两个问题 同时还有一个需要解释一下的 就是咱们remove之后 是不是要操作某个东西 比如说remove一个元素之后 是不是less得减减 就变短一点 那这里咱们需要再写个less减减吗 不需要了 因为咱们remove at方法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减过了 在这呢 已经less减减过了 对不对 所以这里呢 咱们就不需要再重复的less减减了 这也是咱们代码附用一个帅气的地方 然后下面两个方法 一个是检查是否为空 还有呢 获取练表的长度 这些呢 就很简单 对吧 isEmpty ip等于function 对吧 应该return什么呢 returnless等于0 对不对 然后this.size呢 练表的大小呢 returnless就好了 对吧 这就是咱们练表一些全部的需要说的一些东西了 好 我希望大家在这里 在这里面呢 可以学到很多 然后我们最后啊 这个链表这一刻咱们已经完成了 我为了方便大家在屏幕面前去写代码 现在呢 我把这个没 把这个 对吧 停留一下 现在是1到27行 你可以暂停 然后写下代码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演示28行到以后的 不是很灵敏 对吧 不是很灵敏 28行到以后的 或者这样不太好 对吧 我一个个函数的给大家看 append的方法 insert的方法 对吧 insert的方法 然后呢 remove at方法 然后index of方法 然后remove方法 以及剩下的一些其他的方法 这是链表的全部的代码 当然呢 我们可以在群里面 把这代码给分享给大家 所以呢 不用着急这个 但是呢 最好是跟着视频写 因为这样的话 你的记忆会更好一点 好了 链表的东西 最后需要提一嘴的是什么呢 就是咱们链表 还会有两种东西 对吧 一种叫双向链表 双向链表的特点 是什么样的呢 是 每个链表不仅带有 next这一项 大家注意区别了吧 之前我们怎么样的 之前咱们的链表是 这样对不对 它只有两部分 一部分 它是它自己的什么 我画多几个对吧 画多几个 一部分是它自己的元素 比如说是2 这颜色调的太差了 一个是2 然后呢 一个是next指向下一个 但现在呢 我们的双向链表 要实现双向的话 拿这个为例子 它不仅要记录 下一个链表的位置 同时要记录 上一个链表的位置 对吧 这是一个双向链表 当然呢 那在这里我们就不会再给大家去示范这个代码了 为什么呢 因为咱们讲链表 或者说讲这数据结构 主要在于它的一些概念的理解 咱们的代码实现 说白了 只是方便大家去理解的 懂意思吧 代码的实现 跟一些例子 是方便大家去理解这种结构的 实际上你会在什么时候用到这种 这种代码结构 数据结构这种东西 那就不一定了 对吧 就看自己怎么去发自己想象力了 所以呢 我认为理解是最为重要的 所以在这里双向链表呢 我不会再花时间跟大家讲这个的 大家自己可以去自行实现一下 那我们也会分享这个代码给大家 去自己去参考一下对吧 参考一下自己写的对还错 双向链表之后 最后一种链表呢 是一种更强的双向循环链表 这里有点写错了 双向循环链表怎么样呢 就是它不仅是双向的 而且呢 最后一项 the next还指向了这链表的头 就是一个圈 对不对 这里肯定有些同学想啊 什么时候能够到 比如说 我们在做一个 轮播图的时候 对吧 轮播图的时候 它就会有最后一项 会回到第一项 这么一个选项 所以 咱们 在做这个 用这个链表的时候 对吧 着重于 怎么去理解它 好了 咱们就再回头捋一捋吧 链表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相信 现在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了 链表里面的元素 每一个元素 都 都保留了下一个元素的位置 对不对 这种好处呢 是我们不用像宿主那样 浪费太多的内存空间 或者说 使用太多的下表操作它 当然呢 这是相对于其他语言来说的 在JS里面呢 因为我们的宿主 有个非常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它是范形的 就是说它可以存储任何类型 比如说我们可以存储 可以存储各种各种东西到宿主里面 但是呢 在其他语言可能不行 比如说C语言可能就不行 那怎么办呢 那实验它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这个链表去实现 这么一种结构 OK 那么链表的 其实很简单 对吧 像火车一样 每一个元素都有一个指向下一个元素的指针 对吧 应该这么说会更加严谨一点 然后呢 你可以也可以用细元去实现一下 这没有关系的 这里就是链表 然后呢 以及链表的一些实现 它稍微复杂一点 但是呢 在JS里面呢 它有些更加的有趣 谢谢